我现在在德国最大的超市 DM 这里的口罩也买完了 店员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到货 我现在用手机查一下库存 你们看这边都是红色的 那是如果你也有定期的 但是不准的 OPS吧 我又有个中国的朋友 他做物流 我来这里问问他这边的情况 不屁死吗 对 每天都有很多 有各种学校的校友会 然后华人团体 然后还有个人捐的 甚至有个人一个人就可以买300公斤的物资往国内捐 如果我们现在有一头盘物资想发到广州机场非常困难 基本上找不到航空公司愿意飞的 我们垫了很多 有很多物资都是我们免费往国内发的 但是其实航空公司现在报的价格比平时还要滚 我们现在每天都有很多物资 从各个商场家里面乱到我们仓库 然后每天都会往国内的数十家医院来分配这些物资 上周开始已经往国内发了很多批物资 算起来有十几万只口罩了 但是到现在为止 我自己还没有买到一只口罩 德国的药店基本都断货了 只能找到为数不多的几家还在飞的航班 然后尽量尽快把这些物资优先安排回去 无论你我可曾相识 无论在眼前再见边 真心地为你祝愿 祝愿你幸福平安 祝愿你幸福平安 武汉加油加油武汉 这是你为你祝愿 我想吃武汉的肯平安 我想看武汉的樱花 祝愿你幸福平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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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愿你幸福平安